Lion聊世紀 天野龍哥心 大家好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伊索比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TCI冠軍邀請賽 先來看一下藍方式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大莊園旁邊灑下農田之後 會立即獲得8%的食物 波蘭人除此之外挖石頭也可以產生一些黃金 補充一些他挖黃金的一些劣勢 本身他的村民到封印時代也會開始慢慢回血 所以他這些特性來說 讓他變成很適合打塔弓的一個文明 波蘭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肉馬 還有重裝騎士 還有自己的寶兵 戰錘兵 還有強弩作為搭配 工程器方面也可以選擇火炮 大型 大衝車 或是巨型頭私有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波蘭人來說 即使他沒有三級馬鎧 還有三級的工兵鎧角 但他依然還是一個全能性的文明 這也是波蘭人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也是我覺得心目中最強大的文明 他只有遇到駱鎖的時候會比較難處理 因為對方駱鎖的話 你只能出重裝長槍兵也沒有擊兵 但是對方出駱鎖的話 你也可以出強弩去做反制 所以也不會到時候完全不能去做出應對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選擇了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的工兵呢 是這遊戲裡面 射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你喜歡那種 箭矢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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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的話 那伊索比亞人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那伊索比亞人呢 除此之外 他還有這個寶兵呢 強大的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呢 被我儲稱玻璃大炮 因為他的血量防護力非常的低 但是他攻擊力 基本傷害只有14攻 非常高的傷害 我記得到獵王時代總共可以到18攻 還是22攻的樣子吧 有點忘記了 他的攻擊力就是非常非常高 只要被摸到就會見血的那種 但是伊索比亞這個彎道勇士呢 他也有個問題喔 就是 雖然量產速度很快 但暗多了其實也滿傷經濟的 所以伊索比亞這個彎道勇士喔 其實是有點看情況再去出的 所以他還是要打這個弓兵為主啊 還有自己的投石車 配上自己的金罐喔 可以增加這個投石器的 還有火炮的這個射程範圍 喔不是射程範圍 就是落地的落彈範圍喔 會更廣闊一點 好 那伊索比亞人主要後期呢 是打這個 駱駝啊 還有自己的弓兵喔 還有這個彎道勇士為主 那駱駝部分可能會弱了一些喔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馬卡 也沒有平手 但是他駱駝有這個 皇族血脈的關係喔 所以讓自己駱駝 對方遇到敵方騎士的時候 可以減3低傷害喔 不如小補啦 那我覺得還是有三防比較強 還有品種 所以只能說他的弱駝是堪用 遇到大量騎士的時候 還是可以拿來使用的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我們著名的濤金槽 但這個是凹蟹版本喔 就是濤金的部分都是在地上喔 在這個地處的地方 以前都是在那個高地處 這個地方呢 最主要的打法喔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邊邊角角蓋城堡 然後一路一路插寶下去喔 都是一個防覽 當然也可以城堡style 就是蓋這個城鎮中心喔 然後去挖石頭 然後蓋寶 控下這個金礦 都是很適合這個打法 但是我剛剛說這個打法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如果對方是暴龍狀態 很容易被反制回去喔 就有可能對方是3TC 4TC看喔 然後樹蒂王 直接抄你家後面這邊喔 那你就會很容易爆炸 這也是打濤金槽的一個考驗的地方喔 你不只要控住前面喔 後方的經濟也要去好好的守住喔 才有可能讓你打出勝利來喔 其實便你控制了這片大量的石頭礦產地區喔 也有可能會落敗的 這個是很常見看到逆轉的一個打法 這張地圖 好那目前看到破爛人 這邊是用了弱馬開局 那弱馬開局對於破爛人來說 第一時間的效果力喔 並不是那麼強 你看對方都已經3隻弓兵了 跟1隻槍兵出來了 結果只有3隻弱馬 按出來喔 交通局部門那1隻 4隻而已 弱馬的產量會比較少一點 好這邊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那目前弱馬開 然後Esobia這邊是弓兵 配上槍兵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因為應該兩邊不會打得太過分 就是小打小鬧 好槍兵稍微再按一下 好這邊弓兵沒有時間去控 而且已經看到對方已經轉出了射箭場 再加一座防守 那破爛這邊也點下了一擊射 稍微增加一下箭矢的射程 好Esobia這邊家裡農田已經灑的差不多了 好 那這邊槍兵就不要再繼續按了 因為再按下去可能會拖到這以上 城堡時代的時間 好這邊收掉一隻毛兵 好大裝瓶繼續灑 補下第二個 那破爛這個文明呢 只要兩個大裝瓶喔 有灑滿的話 就可以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如果你中間不出兵的話 也可以瞬間升到帝龍時代喔 所以破爛人打樹帝王喔 他也算是一個很快成型的文明 但我非常不推薦 破爛的樹帝王其實蠻廢的 沒有太多的能力可以打出帝龍時代的優勢 那反而是破爛人喔 在這個城堡時代的尾巴喔 還有這個帝龍時代的初血喔 是更強大一點的 好這邊看到弓兵隻往前 毛兵這邊有點下依防的關係 切點耐抗箭矢 這邊第一時間把對方的槍兵給打倒之後 讓自己的刺頭想要上前 但弓兵傷害實在太高 而且攻擊速度很快 這邊想要硬射射掉這些毛兵嗎 但毛兵一打弓兵的傷害實在太高 一發一隻弓兵 弓兵數量下降到只剩下四隻 OK剩下兩隻弓兵拉回家 大方還有更多六隻的毛兵繼續往前壓 好但是伊索比亞人損失了自己所有的弓兵 但自己也順利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這邊弓兵不能繼續彈喔 即使對方的毛兵這麼多 你還是要繼續按弓兵 因為待會升到弩兵的話 還是可以反制一下回去對方的毛兵的 因為這時候伊索比亞一定知道 你按這麼多毛兵 就代表你城堡時代一定還沒補下 這個時候就可以打出自己的優勢拉 甚至只要轉一些刺頭出來 去硬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這邊再收掉一些殘血的毛兵 看到對方的槍兵過來 哇這裡補太多槍兵跟毛兵了吧 本來我預言這把會小打小鬧 結果突然就直接打一個大封劍 但是伊索比亞這裡完全不理 好這邊弓兵稍微反打一下 三隻槍兵 受不到落馬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好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伊索比亞頂下了弓兵的升級 那家裡這些呢 其實待會出騎士來擋就可以了 不用用到弓兵在家裡繼續防守 好但這邊槍兵第一時間戳掉兩隻肉嘛 弓兵這時候已經出發了 好兩隻弩兵繼續在後面輸出 趕著我們射掉一些槍兵 坐下了移動城堂中心 弓兵到我們已經到達了波蘭家裡門口 但門口已經毒死了 好波蘭這邊升級時代還有30秒時間 這裡繼續用大量的毛兵配上槍兵 繼續防守 這隻騎士剩下52滴血了 波蘭人直接硬上 OK 但這時候 VIPER打出了他的非常經典的戰術 3TC 二木 然後輪軸技術 全部補上 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 OK 然後再一個輪軸 經濟直接飆到最好 這裡是VIPER這位選手 長冠的一個打法 這裡是他的招牌 但比較意外的是 他並沒有把城堂中心 他在中間的位置 而是在左邊 去偷吃鹿群 還在鹿群的位置蠻特別 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礦產支援 就只有木頭而已 有鹿的話還不錯 稍微補正一下城堡時代初期 需要的肉量 這邊騎士血量都用到蠻極限的 這隻剩下3滴血而已 剩下的槍兵 有機會再收掉一隻騎士嗎 三隻槍兵應該是沒有辦法 外面這一坨工兵呢 也是沒做到什麼事情 村民一隻也沒打掉 但這邊波蘭的騎士越來越多 看來要直接出來抓掉這一坨的工兵了 這時候波蘭點下了額外的城鎮中心 3TC也是要準備開農起來 波蘭這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經濟的部分 二級木還沒有補 這相當的危險 OK一講完就補了 看來會玩的人都知道 這個地方要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好 波蘭這個文明比較特別 他是越早補下二級農 的話 經濟越好的文明 因為他的肉量 是 要看這個肉 農田的最大的 肉類 馬上補上 這樣就會再加125肉 那他這個立即收成8%的效果 或許量就會更高一點 所以大家都說 惡農不一定要點 其實有點是看文明 並不是所有的文明 都不需要去點惡農惡目 惡農惡目 惡目是所有文明一定要點 但惡農的話 就是有點看文明 好 那伊索比亞這個文明也是很特別 一身到城堡時代 重裝長槍兵可以自動免費升級的單位 好 那現在就可以出駱駝 跟重裝長槍兵 去反制波蘭的騎士 那波蘭遇到駱駝跟槍兵的組合 也只能轉出弓兵去對打 那如果轉出弓兵去對打的話 會有個問題 會射不贏對方的伊索比亞的弓兵 射速上本來就先天上的劣勢 應該算是對方本來就有優勢 其實波蘭沒什麼劣勢 畢竟他也有拇指環 所以真的要打強弩的話 波蘭也是能打 好這裡再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波蘭再點下來一級挖石 開始要來增加自己的挖石能力 但是這個時間點兩邊都沒有去中間搶金礦處 有點特別 換到這個階段應該兩邊都會去搶金礦才對 結果兩邊都沒有搶 這邊想要破門而入 好稍微加速一下下 右邊的四隻騎士 繼續追逐 走車過來 找了一發 找到了一些 駱駝的血量 這邊就去蓋燒戰 中間這個地方 還是沒有 蓋塞任何的建築物 兩邊這麼無求無欲 這麼多的黃金 不香嗎 大家還是比較專注在控經濟 好基本資源 喔這時候剛展完就拉了一頭村民出來 直接在中間蓋寶 想要控住大量的礦產地區 那波蘭這邊已經挖石頭挖了蠻多了 待會應該也是想要來蓋城堡 好在伊索比亞這邊是 紫仙行過來 強行蓋了一棟城堡 好這邊拉了更多駱駝出來 家裡用了一些生女防守 好那波蘭果然在上方前方 蓋下了一棟城堡 好這邊蓋城堡 好會被騎士抓到嗎 唉唷 這邊騎士看到車堡快蓋好 直接拉走 OK 那這樣子 伊索比亞 就會很穩了 因為伊索比亞的後期強力兵種 都是需要吃大量的黃金 例如這個投石車火炮 還有強奴 駱駝 彎道勇士 全部都是吃進單位 他沒有 垃圾兵比較能打的 好 所以這邊 波蘭人可能會很難受 但波蘭人也還好 他本身也是一個後期沒有經驗 能打的文明 他這個大洛瑪呢 只要點下金冠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就可以讓 大洛瑪有這個 擴散傷害的效果 而且是無視防禦力的那種 非常強大 我記得是無視防禦力 所以不管是打什麼 單位呢 都會很好用 波蘭這邊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然後補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還有二級射 伊索比亞因為蓋來了中間陣 跟城堡的關係 經濟稍微被拖到了一點點 那本身也是 波蘭這邊肉量優勢的關係 升帝王時代本來就會比較早一些 好 這邊挖了更多村民過來 要趕快補下自己的帝王時代 來囉 好 中間想要蓋堡 突然要在前方補一棟城堡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開頭講的 前線蓋堡 然後這邊再蓋一棟 慢慢往下蓋 然後進攻 好 但是這邊工兵直接過來 沒有問題 但投車車也是想要 一發砸到 哇靠 爆血 這畫面我最近很熟悉啊 我最近很熟悉啊 OK 鎖駝這邊 嗚 伊索比亞這邊的工兵直接被投爛 我剛剛想說這個是不是又要中了 哇 真的又中了 這兩發 死打死了 砸到了工兵的身上 太殘忍了 好 但沒有關係 這邊還是可以稍微扛一下 那先升到地龍之代的破爛 先蓋一下兩棟巨型投資機 待會 伊索比亞可能要先馬上補下化學 去除火炮反制喔 但破爛這邊也有火炮 那待會就是要來看控兵的部分 還有多線騷擾的一個細節 那邊處理的更好 但是伊索比亞這邊家裡已經補下了10強作為防守 好 後方補下來更多的經濟 哇 我覺得這個是細節 他知道現在是自己控金的關係喔 所以後方可能會有點空虛 所以開始加強後方防守 這是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的 這個 繞 繞背方式 直接不管中間 直接往後打 但破爛這邊也是有專心攻城 中間地帶 好 這個再拿下 搞定 伊索比亞這種城堡被拿下之後 會有點危險喔 城堡再補下了後方位置 這後方位置又一次想要讓他的巨型投資機 再更走出來一點 讓自己的火炮有機會去反制回去 好 伊索比亞這裡果然補下了化學 欸 但強武這時候可以點喔 要不要點一下呢 450肉有了 OK 先補個三級射 伊索比亞這裡補下了三級的步兵板架 還是要打步兵戰了吧 中裝場槍兵 大會可以找個機會升上去 好 強武直接開設正面 想要直接硬戳掉左邊的巨型投資機 但巨型投資機傷害被打得很低 中裝場槍兵本身的傷害力就不高 好 這邊用自己的奴兵射掉了一些戰矛 但有點打不太下來 後面的村民繼續修理城堡 第四台巨型投資機也來了 火炮能在第一時間出來救援嗎 OK 火炮還有大約30%才能出來 這裡要補下更多的弓兵 跟中裝場槍兵再爭取一點時間 火炮一出來之後 這情況就會有所改變 火炮可以繼續把這邊進攻 打掉這邊的戰矛兵 跟巨型投資機都沒有問題 火炮出來了 掌個一發 但巨型投資機第一時間想要反制 但沒打到 火炮稍微走位一下 哇 結果還是被巨型投資機給打到了 破爛人這邊非常的幸運 用巨型投資機反制了火炮回去 好 那看到火炮出來之後 忽然這邊轉出了 自己的衝撤的升級 好 這邊稍微有黃金 可以再獲得回來 左邊也蓋了一棟城堡 開始要來進攻右邊這棟城堡 左右開攻 開始開崗 哇 直接在前線補下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手 這個看起來就是要用大沖車點進去的 有個想法了 好 巨型投資機繼續拆除 但破爛這邊已經轉出了破爛一騎兵 好 再補下個三攻 這個大羅馬的傷害就會來到最高 這邊偷射一下挖礦村民 好 這裡補了一些馬就 好 大沖車了 待會就可以開始按了 好 按了一台 一手邊拉了非常多村民 想要來蓋大石牆嗎 但感覺沒什麼意義 哇 裡面還有巨型投資機 完蛋了 喔 這時候破爛點下金冠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大洛馬準備開噴 好 這裡拉了一些槍兵過來防守 下了二攻 哇 非常多的大洛馬直接衝過來 想要抓掉火炮 這邊趕快組成戰法 組了一個城門 讓大洛馬沒辦法直接正面直擊火炮 哇 這邊強盟不能離開啊 好 那目前伊索比亞認為自己用槍兵就可以守住右邊這塊區域 火炮第一時間打掉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好 左邊大洛馬已經 入侵到了左邊的城鎮中心 巨型投資機開始在拆除左邊的城堡 城堡也拆除掉了 那裡補了一洞城堡作為防守 這個洞 待會還是要補一下會比較好 好 這一村民室也被打噴 但是伊索比亞村民室還是很多 一百四十一村 好 那中間城堡作用被打掉 伊索比亞開始進攻 火炮陣地 火炮陣地 這邊又遇到了大量強武的騷擾 而且這裡有少量的彎道歐斯過來 再從伊索比亞都我們升級了 級兵 後方有更多的戰貓兵過來 哇 這個戰貓兵收掉了非常多的級兵啊 但是中間這個礦區 還是由伊索比亞這邊拿下 火炮現在使用更多的大洛馬 就去做個前壓 好 衝車開始櫻底 好 衝車開始櫻底 好 左邊的御坊已在慢慢攻城 打掉了左側的一棟城鎮中心 這邊伊索比亞能夠守下嗎 家裡快要BBQ了 波蘭現在已經完全放棄進攻中間的部分 將來直接後方大本營 哇 這邊大本營如果被控下來就會斷肉咯 好 波蘭一起命直接衝進去了農田處 後方的城堡還來不及的蓋好 好 需要更多村民來修建一下城堡 哇 這個城堡看起來一定不太妙 好 萬島王室出來解救一下 哇 攻擊力18攻 原來是22攻阿 沒有錯 好 現在伊索比亞需要更大量的單位過來防守 這邊一回來就直接撞到對方的戰貓兵 好像有點虧 哇 大洛馬直接踩踏了 後方的農田處 城堡要產出更多的萬島勇士出來才行 但自己現在沒有足夠的肉量 我覺得可以先去買一點肉 買一點肉才能堆萬島勇士出來 趕快扛住正面比較重要 我靠這個萬島勇士打兩刀 在毛邊就倒了 呵呵 割草 割草勇士吧這個 好 決定了 以後我們就叫他割草勇士 哇 這個割草勇士好猛 哇 割光 哇 太屌了 這就是玻璃大砲 好 但是防守在之餘 正面的俊圖托斯基 都出來開拆了外圍的城堡 正面站能夠守住嗎 如果這一坨強母被 還有火炮被拿掉的話 伊索比亞會相當危險 突然的大洛馬 持續給對手壓力 右邊這邊進攻 並沒有怠慢 還補下了一棟城堡 作為最後的防守 據點 好 奮鬥的彎道繼續割草 好 追擊頭C繼續往前 下了起來 好 這邊稍微穩住農田 但是城堡中心只剩下一棟的關係 慘催眠的效率並不是很好 王道勇士扛住了大洛馬的第一波傷害 但是有劍塔傷害的效果關係 萬道勇士的血量直接全部殘血 來看一下這邊大洛馬到底有多誇張 好 烈克提克遺產 擴散傷害 踐踏開始 太猛啦 大洛馬 直接硬吃黃金冰 猜的沒錯 這就是 波羅蘭的大洛馬 跟鬼一樣 哇 結果還是被擋下來 OK 左邊部分還在努力進攻當中 但強奴也是努力防守 好 這一波強奴被包掉 伊索比亞可能會有一點危險 聰明術已經落後到了大概30吋左右 這時候白本突然打出了 GG 哇靠 中間沒有被控下來 結果自己挖了黃金卻輸了比賽 這也是掏金草王中真的很看到的 常見的翻盤策略 直接打你後面 讓你斷肉 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做使用 木頭那些 讓你窮到只剩下黃金 去買木頭跟食物 慢慢磨死你 也是一個策略 但這個策略也比較適合打垃圾兵種的為民 像什麼敗戰亭 或者是緬甸 這種垃圾兵特別強的 這個趙雲擊兵之類的 讓他可以有效的 去突破後方的位置 還有一些各個地方 有所戰果 不會讓你一直去打後面 打不出東西來 用這些垃圾兵 所以我覺得 有一些地圖來說 垃圾兵的強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並不是說 垃圾兵沒有特殊能力 就是沒辦法用 就是有一些能力來說 垃圾兵還是會有效果的 像淘金場這種地方 垃圾兵他還是有一些 能發揮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看到一些流言會說 淘金場就是要學黃金兵種牆的文明 所以當然 這個也不是 非常肯定的一件事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破爛人這邊 拿下了木頭的勝利 那十五也是贏了快一萬 兩邊都是一萬多左右 黃金則是輸了五千 黃金輸五千 四勝五也在破爛那邊 那石頭也是輸了快一倍 但是卻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